有一款房车我愿称为性价比中的天花板 什么?您说不知道是哪一款车?别急,我来带您看一看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性价比,堪称天花板的房车 Evaker K型小额头,何载4-6人 采用Evaker Ocean的锂盘,3.0的排量,8AK自动挡变速箱 后驱后双三的设计,符合国六币的排放标准 整车车长5米99,宽2米3,高2米98 即使是在线高的地方,也可以轻松通过,蓝牌C找就能驾驶 我们先从车的外观上来看,基于白色打底 再配上红蓝黑灰四色流线型拉花 使整车看上去更时尚更大方 并且整车采用一体成型设计,无缝衔接的工艺 车体采用三明治的结构,外层是高分子复合材料 中间是XPS保温层,里层是防火纤维 箱体的保温隔热性能也是非常优秀的 最上方小额头的设计可以使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 减少风阻和风噪 上方的关节天窗让整车看起来更美观大气 并且还配备了室宽灯和加长加宽的后视镜 在行车的过程中保障了我们的安全 来到车的右侧,上方是四路监控 当遇到下雨天或者一些恶劣天气时 可以更好的在车内观察到车外的情况 房车专用,欧式中门,还配备隐私帘,防卫帘 以及方便老人和小孩上下车的扶手 以及电动踏步 最上方是一个2米5×3米的遮阳棚 既可以遮雨又可以遮阳,下方还配备LED灯 方便我们夜晚的使用 外推窗采用的是双重中空亚克力材质 通透信号,保温隔音降噪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内外贯通厨房区的收纳是一个设计亮点 可以放平时经常用到的厨具 当我们在车外做饭时就不用车上车下来回跑了 还安装了五口插座以及零花杂 并且棍门放下来还可以当做一个小桌板 吃吃下午茶也是非常惬意呢 最下方就是外置抽拉开油炉 使用的是油箱里的柴油 不用额外携带燃料,使用更方便 来到车尾处,这里有后爬立特线车架 外接试天口也在这块区域 方便在户外驻车时使用 来到车的左侧 这里是全车最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整体通透容量大 可以放下全家人的行李 下方裙边还有一个做了防滑处理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一些比较贵重的器材 例如鱼竿,摄影设备等在行车过程中不易发生损坏 来到车内,我们可以看到车内整体的一个布局 分区合理,设施齐全 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分格式的储物空间 上面可以放钥匙之类的小物件 更方便寻找 下方可以当做一个鞋柜 起到一个很好的收纳作用 上方有一个储物柜可以放零食 中间是微波炉 最下方是96升的冰箱 可以更好的储存食物 来到驾驶舱,主副驾驶采用的是悬浮座椅 均可以进行180度的旋转 二排采用的是航空座椅 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 还可以进行八项角度调节 更高端大气提高的舒适度 惠客厅的空间也非常的宽敞 这时候要有张桌子就完美了 飞翔房车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给大家配备的是隐藏式的电动升降桌 电动按钮一键启动 就能变成一张53公分乘以70公分的小餐桌 多人使用的话还可以拓展成53公分乘以120公分的大餐桌 无论您是办公玩纸牌或是吃饭都可以 旁边还配备有五孔插座以及USB接口 满足多种用电需求 惠客厅的上方是铝合金的吊棍 采用边控锁的设计更加安全 向上还做的延伸 储物能力还是很优秀的 而且铝合金无甲醛 无异味 轻量化更结实耐用 厨房布局很大气 做饭洗菜都可以 无名火的柴油炉使用起来更安心 考虑喝水的问题 净水装置保护您 上方橱棍科技多 电动按钮来操作 一层直接变两层 收纳空间多又多 橱棍左侧油烟机解决油烟的问题 固定床尺寸大 出厂自带超软超Q弹的海绵床垫 轻便无异味 不会对整车的重量增加负担 床头软皮包覆 方便依靠1米3千2米的大床 两个人睡觉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您是多人出行的话 在混音的上方 还给您准备了一张懒人升降吊床 1米3千2米的尺寸 与承重量连接 结实稳固 可以承重600斤 放下后上方空间大约为60公分 并且您也不用叠被子 只需要把被乳平铺 再通过根控按钮一键收回就可以了 这样既解决了被乳收到的问题 也解放了双手 在固定床的下方 还有我们隐藏座椅 6人出行也不是问题 方式静音变频空调 更节能省电 方便保障您的睡眠 最后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这里面可真是心机满满 首先就是折叠洗脸盆 不用时可以隐藏在墙里一侧 用的时候放下来 冷热水齐全 大大解约了卫生间内的空间 心机二就是赛特福德的抽拉马桶 可以旋转 可以侧滑自带18升的黑水箱 方便处理 心机三就是超大亚克力的全身镜 可以看看日常的一些穿搭 提高生活幸福感 并且亚克力的材质 不会增加额外的重量 更不易碎 不易发生危险 上方还配备了独立的照明系统 和双向换气扇 零花杂 以及储物格 毛巾甲等等 这款车还配备了200升 清水箱 68升灰水箱 18升黑水箱 820的锂电池 600瓦的太阳能板 3000瓦的锂电器 水电配置相当齐全 听到了这里 不知道它是否配得上您 心中的仙价比的天花板呢 点关注不迷路 飞翔带您上高速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